美国南部各州当地15日传出多起龙卷风袭击 德州北部一处8000人小镇佩林顿遭到龙卷风贯穿 超过200栋建筑遭毁 灾情惨重 报告指出当地短短5分钟内突然生成三级龙卷风 民众措手不及造成多起死伤 学校开放避难 当地医院紧急启用备用发电机 但也只能撑个72小时 龙卷风威力惊人 整个南部地区超过26万用户停电 其他区域也传出灾情 在俄亥俄州碎片满天飞 而奥克拉河马检视其画面可以看到厚重云层扑面而来 而佛舟海岸也被拍到出现闪电闪不停 末日般景象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这里是一车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 灾后剩下一片狼藉 而风暴过去民众仍心有余悸 下一步家园重建仍需要一段时间 上连新闻 林晗报导